欢迎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跟英国首相苏纳克 这两天签订了历史性的 相互准入协定RAA 允许双方相互在对方的领土上 要部署军队 不过岸田这趟行程的 紧接在后的重途期 当然就是13号 要跟美国总统拜登进行的会谈 岸田文雄他日前就表示说 这场峰会要凸显的是 日美同盟的强度 还有两国如何在 日本新安保战略下 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那么岸田进一步强调说 这是一个向国际社会 展示日本跟美国立场的机会 这样这番话听下来 其实就是日美各取所需 那么岸田跟拜登会面 蔡老师您觉得 您研判这次会谈 最后可能会有哪一些 比较实质性的成果 实质性应该是根据 今天的二加一会谈的 一个共同发表会一样的 然后当然所谓的深化 或是强化的话 事实上这已经是应该说 过去到现在都是用这个字 就是强化日美同盟 美国是他们在外交跟安全保上的一个基础 这个标准的像是教科书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我们用刚刚的一个给各位做一个解释 还有一个可能要 特别跟各位观众做一个解释 日本现在正在考虑把航空自卫队改成航空宇宙自卫队 如果说一改的话就刚刚所说的日本跟美国他们合作已经到了宇宙 虽然我们台湾都一般人讲太空 但是他们在讲说宇宙 而且日本注意看喔 他一直讲的叫宇宙空间 那包括今天早上刚出炉 他已经公告出来的 二加一会谈的里面他会讲到宇宙 那如果从宇宙破坏宇宙 宇宙从宇宙被破坏的话 美国会去帮忙日本去保护日本 因为所谓的人造卫星 基本上就是像人的一个眼睛 军事的一个眼睛 所以最特别 最特别的应该是这一块里面来讲 然后这一块里面来讲的话 当然说台湾海峡的一个和平安定 我猜了他应该还是会讲 他也会去跟美国 强调另外一个字 这也是他们一直强调反击能力 他一直去强调 为什么叫反击能力 那反击能力的话 是不是所谓的美国 你应该做些什么 我应该做些什么 今天早上的话林芳正 他也去在美国那边 他们的一个报道里面所说的 因为你做反击能力的话 需要美国的一个帮忙 特别是在资讯情报上面来讲的话 所以怎么样再做一个更细腻的 既然说今天公报出来之后的话 他们的细节调整就开始动起来 您提到资讯共享 我就想到说这个 进一步要问您这个问题 是说日美两国要怎么样 在日本新安保战略下进行合作 而且你想资讯共享 因为大家最近在关注也就是说 核共享的这个部分 核共享的话事实上 那是安倍他在生的时候 他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但是资讯共享这一方面的话 基本上日本跟美国 事实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那怎么讲呢 他们平常就是很麻吉麻吉的一个情况 只是说日本过去没有一个叫做反击能力 他已经是明文规定了 那个会议通过我就是要反击能力 而且我飞弹要达到1000公里 那1000公里就是包含在北京的 那包含在北京的话 这些军事设施的话 日方他在掌控上面的卫星还是比较不够一点 那美国的话在这一方面会比较过的 所以资讯共享的话 就是卫星的资讯的平常的公司 或是包含的一个北韩 北韩的话这也需要所谓的 那您预判中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中方的反应的话大概会 我认为的应该所谓的外交上面跟军事上面 我比较常用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 外交温经济热安保冷 冷静的冷 也就是说外交它会变来变去 也就是中方他可能在外交上面会做一个批评 可是呢中方他可能会联合所谓俄罗斯 做一个军演 他是常做的一个 就好像前一阵子他也是做一个军演 只是说中方你强化对日本的一个军演之后的话 日方他可能会加速他的一个防卫力的准备 反击能力的准备 甚至他可能会造成他本来飞带是1000公里 会拉长到2000公里3000公里 他已经找到借口了 这个就是德国他还没找到借口的一个地方 因为日方他会看到说我真正感受到威胁 你的军舰真的来到我们家的门口了 你的军演我也看到了 国民也接受了 国民也认为说拉高我们的一个整备 拉高我们的GDP到2% 就是防卫费 他们都可以接受了 所以这个您刚刚提到外交是温 然后经济热 军事冷 这个冷当然是指说冷静处理 不过这个热区现在都集中在台海这边 最近 那连续几天我们都关注了 解放军对台海进行的大规模的军演 在军演之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最近竟然发布了一首战讯MV 这个MV的名称叫做我的战音绕着宝岛飞 当中的歌词也柔情的写到说 我的战音绕着宝岛飞听阿里山的姑娘不断回味 然后还是用原住民的歌声 那但是MV当中反差的是看到了各式各样的军武画面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呢 紧接着在1月11号就表示说 我转告阿里山的姑娘 台独分裂势力才是他们要担心的恐怖情人 那先军演再唱歌 师董您怎么看软硬兼施这种统战手法 其实这个MV这个文宣主要是对内的 因为他是解放军自己做的 他是鼓励内部士气 但是问题是他播的时候 台湾人民也看到了 那马晓光会讲这些话 其实是一位台湾的记者叫蓝孝威 蓝孝威是个很专业的记者 譬如说他在我们的立法院 他会当面挑战我们内政部长徐国勇 然后他每次在国台办的记者会 他也会挑战中共的一些讲法 国台办的一些讲法 那蓝孝威就针对这个MV 他说歌词里面是很温情 但是搭配战机战舰军队跟导弹的画面 会让阿里山的姑娘觉得是遇到了恐怖情人 那马晓光怎么回答 其实他没有针对问题回答 他只能重复他们既定的台湾政策的一个立场 然后提到这个MV的时候 他就突然出现一句就是说 恐怖情人是台独 事实上阿里山的姑娘这样的一个讲法 我觉得是很男性沙文主义的 是我充满了雄性赫尔蒙 我在天底上飞 我看着你阿里山的姑娘 说实在的台湾人看得会不爽 但是这是一个对内的文宣 对内你可以说是好文宣 可是从国台办立场 这个是对两岸关系不利的文宣 我觉得国台办也很无奈 事实上过去我跟国台办的朋友们 或者其他对台单位朋友们交往的经验 我后来离开了公布人之后 我也有整理我也有出版的书 事实上他们相对于解放军来讲 国台办比较不是那么在权力的一个核心 可是无论如何他们对台湾的舆论气氛的掌握 绝对是比解放军清楚多了 他们会很无奈 常常解放军会有一些动作 在他们来看 用台湾的话来讲就是有一点天兵 反而不利于两岸关系的一个推展 您解放军的动作我想请教您 因为我们这两天也提到说 8号深夜开始的战机演训 当然这个也有人认为是不寻常 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从中共的演训 它有时候先公布 有时候没有公布 有时候它可能三个月之后 它才公布相关的一个影片 第一 讯息公布的时机 有时候它这里面会有它的一个政治用意 相对于美国的哪一些动作 它拿它演训的一个动作 作为一个政治对话 第二 演训并不是那么稀奇 并不是那么不平常 你说它飞机的起飞的一个价值 我们国军每天飞机起飞的一个价值 可能就比他们这一次 比起他们这一次演训来讲 事实上就不遑多让了 当然我们注意的是所谓的演训 其实要看到的是它不同军种 以军机来讲是不同的军机的一个搭配的一个组合 以及他们这里面的如何协调 如何展现他们的一个后勤能力 我觉得从军事意义来讲是值得关注 从政治意义来讲不会因为一次的演训 中共就马上攻台了 没有这么一回事 是 杨老师那您觉得呢 因为我们刚刚施董提到一个重点演训的话 大家会看说它出动的时间 还有就是它出动的机型 从这方面您看到了什么 两个层面 第一个如果你把过去三个月甚至半年 它连续的演训的项目 机种类型时间以及地区的话 你看到一个累加式的 一个地加式的这种就是说这个演习 以这个军演开始在呈现 它这个呈现这个从过去单纯的西南角的这个空防区域 现在到台湾海峡中线 然后台湾海峡中线本来是南北两端 现在是全线 然后各自不同的这个军种相互的搭配 早期是战斗机 后来连那个运二十油二十 也就是空中加油机 然后呢 这次看到的像是千六 等等之类的这些各式不同的军种 当然就它是在演练各种的状况 其实就表示说它已经慢慢在提升 如果真的战争发生各种可能的这种情况 它可能都要演练一次 理解 我觉得就是说它在做战争的这种准备 并不代表要进行战争 因为这个是从军方而言它做这种准备 第二个当你要同时放在一个 就是说这个contact里面 这个架构里面就是说 因为美国跟日本跟澳洲这边同时也在加强 它的这个军备 日本尤其是这个2%的防卫费 就国防预算的增加 以及这个美国这边的解放军的报告 还有就是说 以及最近的这些军推 所以它也是在回应这些问题 因为这些所有的东西 它焦点其实大家都知道 关键其实是在台海 那它也在做台海的准备 所以一个是军事性 一个是战略性 但是政治跟决策的这个层面 当然都还没有显现出来 因为那个反而是比较去和缓的 您讲到政治姿态 我进步请教您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1月10号 他们通过了一个决议案 这个成立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 可是这个特别委员会是从16名成员组成 不具备立法权 唯一的权利是针对中共的经济技术和安全发展 还有美国的竞争情况来进行调查之后 然后提交这个政策建议 新任的众议院议长 就是共和党籍的麦卡西 表示说这个委员会是不分党派的 他希望在中国议题上 跟民主党是口径一致 您怎么看这个没有立法权 只有调查权的特别委员会 他这个成立的后面的政治动作 这个意义很重大 这个其实是在麦卡西 麦卡西他在上一次的 这个就是国会选举当中 他所提出来 共和党众议院的这个党纲 的一个重要的项目 那他现在既然当了议长 虽然经过15次投票 他承诺他的这个 就是当初的这些党纲 三天之后就承诺这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跨党派得到了同意 民主党的少数党的这个领袖 Jeffries也同意 但是有65位民主党投反对票 65位民主党投反对票 所以这比例上也不少 代表民主党里面 其实对于中美关系 有不同的观点 以及对这样一个 China Committee 有不同的观点 中间有一个投反对票的是 上一任的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民主党 他说很担心这样的委员会 变成一个仇宗 或者是排他 甚至造成美国自己内部的 这种亚洲恨的种族歧视的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 媒体的这个宣传平台 甚至会变成一个就是进一步 反中抗中的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说媒体的重要的消息来源 然后会绑住这些国会议员 越加的这种反中 甚至到仇宗 所以看起来说他这个态势就是 抗中的姿态是越来越明显 对 我现在有点担心新麦卡锡主义 会出现 过去的麦卡锡主义是针对美国人的共产党 从娱乐圈到学术圈 但是后来证明并没有太大的效用 可是很多人一直被迫受害 那也就是所谓美国的白色恐怖 在50年代 但是现在的所谓新麦卡锡主义 一方面是刚好议长是廖麦卡锡 一个过去那个是叫Joseph 这一次叫Kevin 两个没有关系 但是他也有成立这个委员会 又在美中是刚好这个对抗 美国对抗是个结构性的 因为中国要超越美国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委员会跟所形成的一个 新的麦卡锡主义 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潮流 这种反中仇中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层面 在亚洲 在欧洲 都是这样子发展 你刚刚讲说不止在美国 等一下就来看欧洲 这个德国政坛现在传出说 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的话 中德关系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 怎么说 马上回来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文艺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环宇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一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路透社最近报道 德国总理肖茲之前 虽然访问中国大陆 但是德国政府正在拟定 对华内部指引 要求跟中国有接触的德国企业 要跟政府分享经商细节 定期接受压力测试 中国渡德国大使吴肯 就对此表示说 德国对中的新战略 以意识形态作为主导 体现了冷战思维 将会影响到中德两国的关系 还有合作 肖茲在去年采访中释放出 这个中德的和缓气氛 梁老师你怎么看 新的一年立刻就采取 这个比较强硬的对中战略 这我们怎么观察 我不会太意外 因为你要了解 德国内阁 现在是社会民主党 还有绿党 以及自由民主党 那绿党跟自由民主党 其实都是小党 但这个三个党组成的 这个就是说联合政府 肖茲做这个首相总理 可是这两个党是 意识形态上是非常反中的 尤其在组成内阁的时候 他让这两个小党 都做重要职位 国防部长 经济部长 内政部长 兼副首相 大概就是你看到的这几位 这几位媒体上所谈到 他们都出来讲话 在肖茲去年 集团体之前访问中国之前 那其实他的这个几位绿党 跟自由民主党的这个内阁的部长们 都强力的反对 他的外交部长还公开的 就是跟他唱反调 我们知道一般的 这个民主国家的这个想法的话 这个唱反调的外交部长 应该要你干脆 这个挂罐球去吧 对不对 但是这个肖茲他就有这样子的容忍度 但不管怎么样 他从中国回来的时候带了140架的这个空发的订单 然后所有的大企业 然后都呈现就是说其实德中的经贸关系非常重要 而且他展开了一个新的这个做法 那这个做法我们现在看到澳洲也在跟随的 那就是政经分离 对 因为他知道中美之间的对抗 但这个对抗其实是在军事 是在经济 是在科技 可是这些其他美国的盟邦国家的经济 某种程度已经不是单纯那种冷战刚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美国都可以这个完全的帮助你 美国现在已经把自己保护起来 那市场的准路 然后呢关税的减浪 也不太像以前那个样子 这些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相当程度要跟中国 已经跟中国有相互很深的这种密切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 销之所建构的这个政经分离 那现在看起来在德国是得到了一定的支持 那现在他的几个部长就倒过来了 好啊你要政经分离 那这些去中国做生意的经济的企业 来你回来跟我做忠诚报告 感觉上有点像是这种感觉 有一点内部的内斗 拉自己的政策的方向 您提到内斗 我今天有最新新闻我请教您 就是看到新闻上面讲说 德国执政党的领袖 他这个叫做克林拜尔 他在这个德国时代周报访问他的时候 他说呢如果北京清台的话 中德关系恐怕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是同样的逻辑吗 这是一个警告 这也是一个表达德国的这个态度 但你又不记得上个礼拜德国的国会议员来台湾的时候 跟蔡英文总统见面他也这么说 我们德国我们欧洲我们西方都支持一中原则 但是反对这种任何单方武力的改变台海的现状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比较态度一致的 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如果说真的现在媒体 美国这边所担心的乌克兰的战争会再次爆发在台海 那当然他也觉得说这个等于是这个军事的攻击 因此呢他就会提出类似他的这个基本的态度 了解所以老师您刚刚讲说德国议员他们接受 这个蔡英文总统接见的时候呢 刚刚讲说都支持一中政策嘛 然后呢就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台海的现状 他说这个是德国无法接受的 也就是您刚刚提到的 德国目前看起来他们策略其实政经分离了 经济上仍然是保持热度 但是政治上面他就会表达他的立场 那我们说到这个对华内部指引 这个对华内部指引呢还要求说 曾经受到中国大陆影响的德国企业 还有政府刚刚说的要分享业务细节 而且要定期接受这个进行压力测试 不知道什么是压力测试 OK他们也建议说在关键的基础建设呢 排除使用来自独裁主义国家供应商的零组件 而且呢对那些跟大陆有生意往来的企业 实施更严格的要求 师总曾经担任过这个金发局的要职 您知道这个产业的思维 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逻辑来看的话 您研判那中德之间的经贸关系 有可能会因此而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经贸关系变化不大 这份指引如同刚才杨老师提到的 基本上是德国内部政治的产物 那我觉得这份文件政治意义大 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事实上这份文件就是绿党去年起草的 然后起草的版本跟1月24号媒体泄露出来的 这个版本有一些差距 这是内部政治妥协的一个结果 然后但是这个目前这个版本 我们看到的这个文字讲得很清楚 它不寻求跟中国脱钩 为什么 你经济上你没有本钱跟中国脱钩 因为是连续6年都是它最大经营 对 没有错 然后其中有一点说 关切特定领域的贸易项目 德国因为会受制于中国大陆 所以会容易成为被威胁 或者被勒索的目标 这方面你不用担心 第一这方面占中德两国贸易很小的项目 第二部分事实上相关的关于高科技晶片等等这些 美国都已经有既定措施了 能影响德国或影响跟中国大陆的 像美国就在做了 我们来看中德两边 它的一个贸易的项目 就是对德国来讲 中国是很重要的出口市场 它前两项第一项是卖汽车 第二项是汽车零件 这两项占整个德国卖到中国大陆的 大概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 它要这样的一个中国市场 你说这些汽车每一辆都是TESTA 里面都需要高科技晶片吗 事实上也都没有也都不用 最重要的还是机械装置 机械零件这些东西 而不是电脑城市电脑晶片 然后中国大陆卖到德国的呢 所以第一项其实就是所谓的视讯器材 第二项是电脑 第三项就是纺织跟衣服 所以两国的经贸关系 如果说经贸关系是外交关系 或政治关系的压仓石的话 事实上这一份德国正在准备的 内部政治的产物 各党派妥协下来的这份的一个指引 事实上不影响我刚才讲的 那几项主要的贸易项目 所以它就是一个对内的一个宣誓意义 因为绿党曾经把话讲得很清楚说 人权第一生意第二 甚至绿党也讲过说 宁可不做生意也要处理人权 但是德国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跟筹码 可是绿党还是要对他的选民交代 对他的选票机 他的权利基础交代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 对经济德国人还是相当务实 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就是红绿灯政府 刚才有明教授特别提到的 那我们今天特别聊到德国 你看德国总理肖兹 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后 曾经承诺说 每一年要投入GDP的2%以上的经费 在国防上面 而且宣布设立这个价值 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 要帮助来实现 他刚刚说的这个目标 但是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 他们的分析 到2026年 德国都很难实现这项承诺 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一部研究员 也表示说 德国政府的言行跟承诺 是相续甚远的 所以德国已经迅速收回 把这个国防开支 提高到GDP2%的这个承诺 我想请教蔡老师 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影响 看到德国大举的 想要增加它的开支 但现在又收回承诺 到底哪一招 看起来德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跟岸田内阁很像 不是跟日本很像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岸田内阁的话 事实上岸田首先在去年 差不多十月的时候 他说我们要拉到GDP2% 这个国民基本上都已经是通议的 只是说钱从哪里 他突然讲到说 那我们来征税好了 一征税的时候 国民就反弹 所有人都反弹 那德国的话 他也会面临 同样的钱从哪里 拉到2%的话 历史问题大概已经跳多了 因为俄乌战争的情况 国民大概都接受 只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德国的话 是有一个通膨的状况 德国的话 很多能力是依赖所谓的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那个管线 要潜到他们 所以他们通膨压力 事实上会比较大一点 只是说 那你讲到通膨这么大的话 那我们这个国防要不要去拉 还是要拉 可能说稍微慢一点点而已 因为它已经承诺出去了 你现在GDP只有1.8%的国防一转 跟日本差不多1.01的话 事实上是差不多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环宇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一到周六晚间9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感谢观看